hello 大家下午好 我是阿海 我们今天来看一套农村的房子 还有院子 还带菜地 这个房子的租金是2000块钱一年 房东家建了新房之后 就空着空闲着 所以他就准备把那个房子出租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房子什么样的 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周边什么样 还有看一下菜地吧 这个房子的旁边呢 这里有些种了四花树 果树 那边是菜盐子 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有水沟 水漆 这是另外一家养的狗在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狗啊 我们叫不上名字 这里种了豆 这个豆叫蚕豆啊 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高 长得也非常的壮 这说明这个土质很好 种菜 这是以前老的厕所 洗手间嘛 后来就推掉了 这个是浑香菜 这个菜是同胞 还没长起来 没发起来 上面被虫吃了 就说明没打药 你可以看到 这个菜上面全是虫的咬的 就说明这个菜是比较类测健康的 那里一树上前不是残豆啊 现在就拿回去也可以煮了 就这样吃了很甜的 或者炒 从这里过去一条 到中间那里 就这片二十多个平方 就是租那个房子送的菜盐子 看起来房子是什么样的 那个房子呢 中间还有个小的院子 这是房东 还有村民 这里还有个水池 这里还有好多移啊 这个房子呢 就是这一间 是比较老的那种 那种拉的车 这边是煤 然后堆了好多杂物 还有柜子 桌子 在这里 这边是上二楼的 这边还有养鸡的笼子 好多啊 在这里 可以拿来养养鸡 我去 这个桌子 大家见过吗 是不是感觉像古董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雕刻 还有龙纹 你看就像古董一样的桌子 然后这个大的柜子是里面放粮食的 里面还一些碗 这一米的那个里面的芯子 可以拿来龙火 用这个龙火的话 做饭很香的 这边是喂鸡的那些 装饲料的 这边里面都是些大缸 这个是房子后面的燕子 房子后面的燕子 那里还有一间房 那个房就可以养牲口 或者是以前养牲口的 养猪养鸡都可以 在那个后面 搭个小凉亭啊 或者人坐在这里晒晒太阳啊 中间的燕子还是比较宽敞的 有20多个平方 可以看到那个枣子的痕迹 这边是用青砖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养狗 养鸡都可以 那个笼子 那个笼子里面 老鼠都粘不进去 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的 它虽然是瓦屋面 但是这个瓦屋面冬暖夏凉啊 也不会漏蚁 里面还比较亮 有那种像玻璃一样的那种瓦 在里面 所以比较亮堂 但是这个里面 房子里面 它就是堆杂物 好多年都没住人了 上去二楼看一下吧 这里上楼梯啊 这个楼梯石木的 看一下上楼 这里是一个放东西的 这里好多柜子 那些柜子 那些柜子 这里一个是窗户 这里是老的柜子 里面放了好多 这还有一些板板 这些板是木材啊 你看一下 好多木材在这里 嗯 我们上来这边 你可以看到那个瓦 瓦量的那个 还是特光下来 也不是用到山上去捡柴了 弄柴火 这里都可以烧几年了 这一大堆 你看一下这个 这里是 一个 储物粮食的 里面可以储些东西粮食 不会被老鼠咬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窗户 这里还有一些碗 这个碗就像 是不是古董啊 可以看一下 是老的那种青花 没有落款的 看一下这个 哇 落灰落成这样的 这么一大堆碗 这是微中药的 这是炖肉的 多了这么多灰 感觉像古董啊 是不是古董啊 每夜平静下来呢 就是 100多块钱 刚刚扯的豆啊 里面有那个残豆 残豆连皮吃 一点都不色 有点回甜 虽然那房子是2000块钱一年 但是里面欠收拾 就是杂物比较多嘛 你需要用的东西 你防冬机帮你留下 不需要用的东西呢 防冬机收走 这边水费比较便宜 水费就是5块钱一吨 电呢 就是三门六余度 有些附近很多村子 到菜市场竹街 在路边一等 做个两块钱的面包车 就能到竹街 还是比较方便的 再做两块钱的公交车 就可以到达奇境的市区 还有火车站 车站 哪里都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这边交通是完全没问题的 房东跟人之间的相处是比较友善的 但跟他讲话也是和蔼可亲的 没住人他是水电都停掉了 但是房子虽然是2000块一年 但水电他都可以接通的 只要多动动手 收拾 收拾打扫干净了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住着也很舒服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好了我是阿海 喜欢我的视频点赞 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